财经必读 国家发改委要求部署做好近期促进消费工作 因地质疑督促并举 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坚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稳定和扩大消费 落实地方主体责任 防止简单化 一刀切 层层加码式防控 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低风险地区要保障城乡居民区域内 短途和里流动和正常消费活动 切实加强生活物资供应 确保生活必需品不脱销 不断档 顺应老人父子女居住地团聚需要 做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传统与智能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出行服务 有序调配公共交通运力 积极提供非接触 少聚集的消费项目和社会服务 便利居民家门口消费 创新丰富年节餐食 鼓励提供多品类套餐 自主配餐 网上预定年夜饭食材等服务 鼓励制售半成品和净菜上市 中国证监会正式启动货银兑付改革 就你修订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 向市场公开征求意见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同步就结算规则 结算被付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本次改革保持投资者 现有交易结算制度和习惯基本不变 对广大个人投资者没有影响 改革有利于从制度上增强结算体系安全性 进一步吸引境外资金进入中国市场 改革同步降低结算参与人的结算 被付金最低缴纳比例 有利于减少全市场资金占用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据新华社微博消息 记者16日从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会议提出要着力强化执法司法供给 更好优化营商环境 要加大反垄断 反恶意炒作 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司法力度 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要依法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完善设产权冤错案件依法甄别纠正的常态化机制 推出安商会企的便利措施 促进民营企业家依法经营 放手发展 目前武汉 合肥 上海市徐汇区均将元宇宙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此前浙江 无锡等省市也在相关产业规划中明确了元宇宙领域的发展方向 加强底层核心技术的前瞻研发 推动元宇宙技术在多领域深度应用等成为重点 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推动元宇宙技术发展 北京 深圳 广州 杭州等城市均有可能跟进 预计未来政策支持方向 主要集中于虚拟现实产业融合和底层支撑技术领域 而针对虚拟资产炒作的监管有望趋延 1月14日 为完善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监管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 证监会发布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监管暂行规定 明确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定义和评估 重要货币市场基金的附加监管要求 以及风险防控和监督管理机制 业内人士表示 暂行规定将出台 并不意味着规模大的货币基金有风险 而是从风险防控的角度位与筹谋 体现出一定的前瞻性 暂行规定将有助于完善监管框架 推动重量货币市场基金和公务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 以前只听过玩游戏开外挂 但没想到居然有人开外挂打新 深圳证监局最新一期监管通信显示 近期 有人一次通过外挂软件进行打新等交易 触发监测平台异常预警 对此 深圳证监局提出风险警示 要求辖区各证券公司完善监控系统 持续规范客户交易行为 将存在一次私自使用外接软件行为的客户 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对有关异常交易线索依法及时处置 2021年12月份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分别上涨4.4%和5.3% 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0.4%和0.5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同比分别上涨2.8%和1.5% 涨幅比上月均回落0.5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同比上涨0.9%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由上月上涨0.5%转为持平 硅料价格在经历连续两周低幅收窄后现其稳迹象 据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归业分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国内市场丹京副头料 丹京至密料成交均价小幅上涨 副头料主流成交价在23.0万元每吨至23.7万元每吨 在产多金硅企业均有新单签订 大多订单执行到春节后 面向全部车起1月15日宁德时代方面宣布 将于1月18日15点30分举行宁德时代iGoGo换店品牌发布会 针对上述情况 科创版日报记者从宁德时代方面获悉 开换店品牌将面向全部车起